那么接下来我们表面终于平整了 接下来干什么呢 接下来就作为我们整个新的沥青路面基层了 对吧 那因此我们上面要撒布咱们的乳化沥青透层油 是吧 让这个透层油下伸到我们的碎石化的这个浑土里边 然后在上面再来加附什么新的沥青面层 好 那么这里注意一下 一般情况下 因为它的表面颗粒沥径比较大 而且比较松散 所以我们要求咱们这个表面松散内径 要有巨大的结合力 那么这个结合力怎样保重呢 我们一般用到的是慢烈的沥化沥青油 作为咱们的透层 这里的材料啊 它要求用到的是慢烈沥化沥青 好 另外的话 咱们撒布的时候 一般用到的是自能撒布车 这样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你均匀撒布 那么一般我们的撒布量是每平方2.5到3.0千克 这里不是按照咱们的生来算的 这里是按照谁啊 这里是按照质量来算的 跟前面透层的要求不一致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乳化沥青透层表面撒布 还要撒布实际的什么 实现 因为撒布小量的实现之后 我们用这个光轮压路机给它静压一下 那其实可以提高它的一定的承载力 可以提高一点的承载力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说实现用量 咱们主要是以不粘轮作为标准 你们这里所看的就是正在撒布透层油 这里面在透层油上面做了一层什么 做了一层实现 其他这里有点什么概念 有点封层的感觉 是吧 好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这是关于这部分碎石化的内容 我们接下来举个例子 这是2016年的题目 你们2016年考虑一次碎石化法 2018年又考虑一次碎石化法 所以这些旧路改造 它是一个高频考点 请大家务必要注意 好 来看一下 他说某数量次车道 一级公路运营时间之后 水泥路面严重破损 所以要进行碎石化法处理 那么接下来他说了 他说我们给出了一个图 给出了一个图 好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路基范围之内 是有四条水泥带的 两侧是有硬路间的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当然他两侧用到了硬路间 用到的是M7.5的浆漆片 是硬路间 然后上面做了两公分厚的 M7.5沙浆 给它进行抹面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细节 事件一 对旧的水泥路面 它的面板破碎之前 施工单位对全线的排水系统 进行的设置和修复 并将公路两侧的路间 然后给它挖除到旧的路面 基层底面同一高度 这个我们讲过主要是为什么 为了及时把水排出路面 是吧 好 那么对全线存在的严重病害 软弱路段进行处置 必须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事件 路面碎实化 施工的部分要点容下 第一 路面破碎时 您先破碎 行程到二和三 再破碎 行到一和四 对不对 我们说当然不对了 如果你先破碎 咱们的这个二和三 那么说明 这个中间就会形成水槽的 一旦有水 这个水就会下渗到我们下面的基层 甚至把它泡乱 所以不行 我们应该是先破碎两侧的一和四 然后再来破碎二和三 应该是从两边向中间破碎 这样方便及时排水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 两幅的破碎 一般保证十公分左右的搭接 没错 这样的话防止漏破碎 好 接下来看一下三 为尽量达到破碎均匀效果 破碎过程当中 应该保持破碎机 进行速度落垂高度 频率不变 对不对 不对啊 我们说了 你一条道路 水泥路漫 它的破碎程度一定是不一样的 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说不同的破损程度 不同的完整程度 那么这里面给出参数 都应该是不相同的 只不过 你如果有比较大的这个 呃 调整的话 那你需要通过监理公司统一 对吧 好 第四个 对暴露的加强钢筋 既然是暴露的 如果你露出来 你想一下 今后我们在做透层牛的时候 你容易戳破我的透层牛 甚至你往上面做新的力气共战的时候 容易破坏它的频率度 所以我们认为 应该给它怎么样 应该给它凿除掉 好 这是关于这个事件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出了 事件一当中挖储路径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排水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 对事件一当中存在严重病害的软弱路段应该怎么处理啊 这块就是拷问答题 对吧 我们跟大家总结了几个关键词 首先第一个 咱们肯定要把上面的水泥路边全部挖掉 全部凿除掉 第二个就是针对于咱们要把下策要给的开挖制稳定层 第三个 咱们还需要换填 监理工资认可的材料 三步走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三个 逐条判断事件二当中 各施工要点的对错 并改正错误之处 我们说对于这种题目一定要有问必有答 咱们首先要把人家每一条对错给大家答出来 比如说 我们说第一条错误 正确做法是 先破碎一和四 再来破碎二和三 第二条正确 第三条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这里面一定要灵活的调整你这些参数 不能说一成不变 好 第四条错误 原因是因为你应该切除暴露的加强钢筋 好了 这里关于这个第三题就讲到这里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关于旧的水泥路面改造就介绍完了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旧沥青路面再生 我们前面讲的是关于旧的水泥路面的两种处理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咱们旧的沥青路面再生 什么叫再生 因为大家知道沥青混合量用的时间久了 那么里面的沥青就会出现老化 导致粘积力下降 那么这个混合量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再生处理 那么再生处理之后呢 其实相当来说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 对吧 减少这些材料的浪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小节在我们历年考试当中的地位 一般再生在往年是没有出现过案例的 顶多考一道选择 但是呢 在2018年一建广东海南补考试卷里面 那么我们就考察了案例题 所以我认为呢 咱们公务工程不要出现偏废 教材上有的技术 尽量把它搞懂 好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方法 叫现场浪再生 所谓的现场就指的是 咱们在原地面上 直接把旧的 这个厘清物面 给它怎么样 细胞 翻拔 破碎 然后里面呢 增加一些结合材料 比如说增加一些水泥 增加一些乳化剂 然后还要增加一些稳定剂 里面当然还可以增加一些脊料 保证它的脊配 符合要求 然后这个混合料 给它就地在我们的原地面上 进行半合 那一般用到是路板机 半合好之后 我们再给它进行碾压成型 这种方法就叫现场冷再生 那么这种方法 因为没有任何加热 所以后来它的交接能力 其实并不是那么强 因此我们说 它的助理效果不够好 它主要用在一级以下公路 路面的翻修和冲击 那也就是说 它并不剩于高速和一级 这里务必注意一下 好 那么当然它的质量不太好之后 那你应该知道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一般在现场冷再生之后的这个路面上面 通常需要给它做一层照面工程 也就是它是双层制 也就是说 我们上面必须给它新建一层照面 那么有些人说了 老师这个照面应该用什么照面呢 我们说了 你可以用咱们前面讲过的西江峰层 等上峰层来做的照面 好了 这个问题讲到这里 注意啊 它是一个双层结构 我们现场冷再生不能解决 它的抗滑问题 耐磨问题 那我们需要在上面用照面来给它解决 好 这里注意一下 好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现场冷再生 它的一个示意图 首先呢 我们需要通过咱们的洗爆机 把表面这个混合料给它怎么样 洗爆下来 洗爆下来之后 我们再给它进行什么破碎 破碎完了之后 再加入这个再生材料 对其紧量进行半合 半合好之后 再用压楼机给它进行银压 它的工艺非常简单 呃工艺 这里们希望如果考试考工艺流程 你要会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下第二个就是现场热再生 那么针对这个现场热再生啊 咱们首先第一个要知道 它也是在世界上做的 只不过它不是冷再生 它是先要对咱们原来露面 要进行加热 加热软化之后 把沥青软化了 那么就相对来说 就比较好抛除掉了 所以它是先加热软化 再来 产起我们的露面分量 产起之后 再往里面增加结合剂 我们这里的粘结剂用到是沥青 啊 当然它向前面 我们的冷再生是可以用水仪的 我们这用当时沥青比较好 然后在里面给它加一些鸡料 理其满足我们的配合比要求 然后我们第四个 还有给它增加一些再生量 然后再来一起进行摊铺 啊 一起摊铺的这种路面 我们就要做咱们的现场热再生 好了 那么这里面呢 这种方法 一般最大区域是 它主要是做咱们的表层的一个再生 它一般深度呢 最多不超过六股分 所以一般主要用在咱们的上面层 如果出现一些什么 出现一些曲线 比如说出现一些军裂 或者是出现一些这个车折 那么对于这些病害 我们是可以进行修复的 当然它也非常适合于咱们高等级路面 比如说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它的上面层如果有这些军裂啊 或者是有这些车折啊 那我们用它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这里面大家看这图 这就是车折 对吧 这车折是再也不能恢复的 需要进行修复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军裂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都是可以用现场热再生的 所以现场热再生它是一层 而我们的现场冷再生是两层 它还做了照面工程 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别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的现场热再生 根据它的破损情况不同 还有修复后路面质量等级不同的要求 我们是可以给它分成三种的 我们看了三种之后 我们对它的概念会有更深一步的一个认识 比如第一种叫整形战胜 所谓的整形 我们一般主要是对咱们的表面 两到三公分进行战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处理的层次非常非常浅 非常非常浅 就相当于现在与人喜欢进行的V整形一样的 V整形必然不用动什么 动刀动枪 对不对 都是表面做了一些 所以这里面整形战胜只是一个表面 表面层非常薄的一层战胜 就是两到三公分的 那么一般它的方式还是先进行加热 一般对咎路面加制到60到180摄入之后 然后用战胜主机将路面进行翻松 然后翻松之后里面怎么样 里面把这些材料呢 给它搜集到我们的一个搅拌锅里面 然后里面再增加我们的力氢加生剂 然后再对其进行半合均匀 重新摊布路面 然后再次进行碾压 这种方式就叫做整形战胜 所以你要知道整形只用在表面层 两到三公分的战胜 好 第二个话就是 它一般主要是用于咱们轻型的裂纹 毛号风损坏 及其我们的破损面比较小的路面 比较小路面 好了 这是关于整形战胜 这是它的施工的工艺流程图 第一个先加热 对不对 加热之后 然后再翻松 翻松了之后 到锅里搬合了之后 然后再碾压 再来摊铺 再来碾压 对吧 这工艺流程上注意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重铺占生 针对重铺占生 大家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 它是要进行两次加热的 第一次一般加热是表面 一般温度可以达到160到180 第二次再进行加热 那么表面是180到250 很明显温度升高了 对吧 然后经过两次加热之后 那么肯定表面的加热怎么样 会更加彻底一些 所以对于它来说 软化的层后 也会多一些 产增的层后 也会多一些 处理层后 也会多一些 所以这里面我们刚才是2到3 2到3 这里是2到3的两倍 就要重铺了 对不对 它处理深度很明显是 刚才的这个整形的两倍 因此我们说处理深度更深一些 然后呢 同样它需要在里面增加一些 塞生剂搅拌 搅拌好了之后 然后再来进行铺设 再进行铺设 那么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它说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铺设之后 也只不过是 作为了路面下面层 然后我们在下面层上面 还需要再用新的力进火荷量 给它做一层磨耗层 做一层磨耗层 形成全新的路量 所以这里的重铺赞生 跟我们刚才讲过的 现场冷办法 有一曲同工之下 它这里面要求是 下面我们再进行 重铺 再生之后 那么这个重铺的概念 是有两个概念 第一 先对下面旧的 进行再生 进行再生 怎么再生 热再生 是吧 然后再生之后 我们只是让它做下层 上面我们还需要 重铺一层什么 磨耗层 所以它也是两层式的 好了 这里注意一下 它也是两层式的 好 那这里务必注意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了 这种方式适用于谁啊 路面破水 较为严重的 是吧 好了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修复形成之后 它跟我们上面的 呃 磨耗层 共同来成为新的路面 呃 那这种方法去年在于什么 因为你重铺了 所以标高相对来说怎么样 比较高 呃 因此呢 我们说呃 对于有些地方 它要求你的标高 不能超过设计标高的 那你就不能用这种方法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图 在这图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一样是先进行加热 加热之后 再来进行翻松洗爆 然后再来进行搅拌 再来进行摊布 再进行压实 啊 这个步骤是普遍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 重铺再生的两种工艺 两种工艺 前几个步骤是一样 都是先进行加热 然后再进行 就料再生 然后再进行摊布整形 一样的 不同的是 咱们的第一种方法是 直接压入碎石 第二种是重新做新的照片 就这两种工艺 考试时候 容易考这个工艺流程图 我这里特别给大家画了两个对比图 告诉你 咱们的整形再生 只是做表面成的再生 它大概只能是两到三公分 而针对我们的重铺再生法 则不仅仅它的 呃再生的深度提高了一倍 同时上面一般我们会做一层新的模号层 要么用碎石 要么用咱们的照片来做 都是可以的 好 这里注意一下啊 这里考试 比如人家问你说 重铺再生 一般情况下 有哪两种工艺 可以形成我们的模号层啊 你要知道 两种工艺 一种是压入碎石工艺 另外一种是照新面工艺 好了 像这种题目呢 都是网年没有出过的 大家注意一下 好 第三个叫做复半再生 复半再生 跟刚才讲过的 重铺一样 都主要是用于比较深层次的 4到6公分的再生 那么它呢 跟刚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这里一般用两台加热机 分次对旧路面积加热 而且没用的是一台 用一台 那么再生原理 基本是一致的 好了 那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咱们的第三种 就是厂半热再生 厂半热再生 跟现场 热再生不一样的事 我们直接把这个 旧的沥青黄料 经过方八 然后运到我们的半壳厂里面 再次进行破碎 然后再利用配合笔 里面增加了一些什么 增加了一些再生剂 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沥青黄料 还增加了一些新极料 对不对 然后按照一定的配比 重新拌合好混合料 然后再进行什么 拉到施工现场 然后再进行摊铺和碾压的 这种叫做厂半热再生 那么这种厂半热再生 大家注意一下 它一般主要是利用旧的 厘清混合料 不能太多 因为太多的话 最后拌合出的这样 也是比较差的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数字 小于等于多少 百分之五十 一般情况是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所以大家有能够看到 我们这里面在探讨 厘清再生的时候 比较重要就是 关于再生剂 以及关于我们的 这个年级材料的选取等等 是吧 主要是让这个 旧的厘清路面 希望它这个原材料 能够跟我们现在 新的再生剂 新的年级剂 有一个很好的年级性 是吧 好 这里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在场面里面 到底如何进行再生的 一个示意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先进行洗爆 洗爆之后 然后把它拉到 咱们的半合站 在半合站里面 对其进行加热 加热了之后 然后我们说 再来进行配合比 对吧 配合比 满足要求 增加再生剂 增加年级材料等等 好了 那么等到它半合好之后 半合均匀了 再来给它运游到 使用现场 然后到现场 同样 咱们需要在旧的路面上面 加铺一层什么 粘层油 然后再来进行 这个摊铺 我们的再生材料 再进行免压 程序就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关于这个内容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主要讲了 两大方法 第一是现场 第二是什么 第二是咱们的场吧 是吧 那么现场又分成了 冷和热两种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咱们的这套题目 它是根据路面破损情况的不同 和对修复后 路面质量等级的不同 要求就 就地热再生 也就是现场热再生 对不对 原来老叫 他在叫就地热再生 现在叫现场 热再生 一样的 对不对 它的工艺主要几个 三个整形 重铺 还有谁啊 腹板 所以呢 这里面正确的答案 是我们的ABC 像这种题目的 都是简单的题目啊 好 接下来看一下 2020年一级真题 它说现场冷战上当中 关键技术是谁 好 然后看一下A 添加的年级剂 和旧的火荷料的均匀半合技术 太对了 如果你半合不均匀 那么这个交接剂不能把我们的极料给交接在一起 肯定是不行的 好 看一下B 旧的厘清火荷料的环保气质技术 跟我们这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太大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关键技术 我们的关键技术重量是再生 而不是废弃 对吧 好 接下来看一下C 旧的厘清火荷料洗爆破碎技术 对不对 太对了 因为如果说你洗爆破碎不好 那直接导致了你的极料 可能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配合比要求 好 接下来看一下D 交接剂配比性性能 对不对 肯定也对了 好 接下来E 厘清火荷料经济运输基础 对不对 不对啊 我们再生是希望火荷料能够再生好 跟运输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呢 我们的B和E都是干涨项 正确答 我们应该选择ACD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旧路改造就给大家讲完了 同样我们送给大家杨阳战先生的这个给我们大家的一些嘱托啊 他说我是一位老人 尽说些老话 对于时代 我是落伍者 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回音 只是在物质之上的时代传流下 想提醒年轻的朋友 男女集合最重要的是感情 双方互相理解的情 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程度 理解深才能互相吸引 吸引互相欣赏 互相支持和互相鼓励 两情相悦 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是告诉大家呀 如果你在跟你的课本谈恋爱 那如果说你对你的课本非常非常熟悉 那你才能够做到两情相悦啊 你才能够在答题的时候不出现 哎一看就懵 这种情况 好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你要想达到咱们最后跟咱们的这个考试和解 能够顺利拿到几方时 咱们必须要把功夫用在平时 要去深入的了解这本教材里面讲的重点内容 好了 关于我们今天课程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